第六章 战斗加剧 希特勒利用他的成功向盟国提出了他的和平方案 我国的绥靖政策以及我国对于他起来掌权所采取的一般态度 曾产生了许多不幸的后果 其中之一就是使他深信 我国与法国都是不堪一战的 9月3日英国和法国的宣战是一个使他感到不快的意外事件 但他坚决相信波兰迅速土崩瓦解的景象 一定可以使衰败的民主国家认识到 他们能够影响东欧及中欧命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时他对俄国十分放心 尽管俄国正在狼吞虎咽的并吞波兰的领土和波罗的海国家 实际上就在这个10月中 他竟能把俘获的美国商船碎石城号 在德国捕获船押送员的监视下 开入苏联的摩尔曼斯克港 他不愿在这个阶段和法英两国继续作战 他坚决认为英王陛下政府一定非常乐意接受他在波兰所做的决定 如果他提出构合的建议 一定可以使张伯伦先生及其就同僚 在通过宣战而证明了他们的忠诚 守信以后能够从议会中的好战分子 迫使他们面临的困难局面中解脱出来 他始终一刻也不曾想到 张伯伦先生以及英帝国与联邦的其他成员 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不是叫他灭亡 便是他们本身在这种努力中遭到灭亡 俄国和德国瓜分波兰以后所采取的第二个步骤 就是同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定立了三个互主协定 这些波罗的海国家 都是在1918年和1920年的解放战争中 摆脱了苏联政府的羁绊 而获得了自由 这些小国完成了严厉的土地改革 主要是牺牲了以前俄国地主的利益 然后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带有强烈反共色彩的民族主义的农民生活方式 他们一贯畏惧强大的邻邦 苏联 并且非常迫切地希望维持中立地位 因此设法避免一切挑衅 但是由于他们的地理位置 他们的艰巨的任务很难实现 例如李家变成了一个搜集俄国方面情报的窃听站和国际反布尔什维克的中心 但是德国在和苏联进行的交易中却乐于把他们加以放弃 现在苏联政府抱着积蓄已久的仇恨和急切的贪婪心理向他们的牺牲品铺去 这三个国家过去曾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和彼得大帝旧日的征服地 他们立即遭到苏联强大的军队的占领 因为对于这样的大军 他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 苏联使用了惯常的方法 对于所有反共反苏分子实行了残酷的清算 20年来一直在他们本土过着自由生活 并且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许多人士 现在都失踪了 其中一大部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其余的人们被送到了更远的地方 这就是所谓的互助的过程 在国内方面 我们忙于扩充陆军和空军 并且采取一切措施 加强我们的海军实力 我继续向首相提供我的意见 并竭力把这种意见向其他同僚游说 以供采纳 海军大臣至首相 1939年10月1日 在这个周末 我不揣冒昧向你提出我对于若干重大问题的意见 一 在敌方对我们展开和平攻势的时候 我们对法国必须支持 虽然我们有接近100万人的备战部队 但我们的贡献目前是 而且在今后许多个月中一定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应该告诉法国人 我们正在做极大的战事努力 虽然形势不同 但规模与我们1918年所做的努力相同 我们除了重视在空军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外 正在建立一支包括55个师的庞大军队 在能够尽快地加以训练和装备以后 将立即派往任何需要的地点参加作战 目前我们拥有的正规军 其中有4个或5个师的战斗力 也许比任何其他部队要强大 但不要设想只受过6个月左右训练的本土防卫队 就能够参加作战 而和至少已服役两年 并具有更好装备的德国正规军正面对垒 而不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不良的结果 也不能设想他们能够和法国的军队并肩作战 因为大部分法军已有服役三年的经验 要迅速扩充我们在法国的部队 唯一的方法便是调回住在印度的职业军队 把他们作为骨干 对本土防卫队和征兆入伍的人 加以训练并组成新军 我现在不打算做详细的说明 但原则上我们应该派遣本土防卫队6万人到印度 维持境内的治安和完成他们的训练 同样的把住在印度的4万或4万5千名正规军调回欧洲 这些部队应调到法国南部的营地 该地的冬季气候 对于训练部队来说要比在这里适宜 而且当地还有许多的军事设备 他们就可以成为组成8个或10个优秀战地式的核心和基础 这些部队的质量到了明年春季晚期 就可以同与他们正面对垒或并肩作战的部队实力相等 在冬季的几个月中 在法国培植这样一支实力 这个事实对法国人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鼓励 并使他们感到满意 二 我对于空军部提出的关于他们战斗力的数字非常关注 在战争爆发时 他们共有120个中队 但这个数字实际上已缩减到只有96个能参加作战的中队 人们往往希望在动员令一旦发出以后就会有巨大的扩充 但在这方面却出现了严重缩减的情况 在这方面发生的实际情形是为了要建立一支作战力量 却把许多中队中受过训练的空勤人员 技工或零件等等抽掉走了 而这些残缺不全的中队就被并在一起 成为一支庞大的所谓后背力量 如果冬季几个月安然度过 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空袭 则又可能有大批新的飞机和大量受过训练的驾驶员 加入这个后背力量中去 即便把这个总数扣除种种合理的数额以后 我们每个月应该至少能够组成六个中队 如果能够组成中队作为后背力量 待命出发也比仅仅把大量剩余的驾驶员 剩余的飞机和零件合并在一起要高明的多 目前我们与德国的差距是令人惊心动魄的 我敢断言 如果你发出命令 这种扩充是能够完成的 三 关于空袭预备警报计划的防御措施和经费支出 是按照计划所包括的全国各地遭受危险程度而定 但目前对于这种危险程度的见解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对于敌击空袭的目标地区 以及经过的飞行路线应该列成表测 以便作为依据对计划进行研究 在这些地区内必须有大量全日工作人员 伦敦当然是主要的目标 其他城市很快也会变成类似的情况 在这些目标地区内 关于路灯制度 应该设法使防空人员在空袭警报发出以后能够加以控制 同时一方面应该日夜赶紧建筑和加强防空好 但另一方面剧场与电影院应该继续开放 直至空袭实际开始实质 以保持人民的情绪 在农村的大部分地区 应该立即准许恢复有限制的灯光照明 并开放娱乐场所 在这些地区内 不得有给予报酬的防空人员 一切都应该以自愿服务为基础 中央政府仅限于提出意见 其余统由地方当局处理 在这些包括联合王国至少八分之七面积的区域内 防毒面具可以留置家中 只有在目标地区内才需按照计划随身携带 现在实在没有理由 为什么不应该在下个星期中就发出具有这种内容的命令 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方面所发生的灾难 使我更加迫切地设法防止意大利卷入战争 并用种种方法在两国之间建立某种共同的利益 与此同时 战争仍在继续进行 我忙于一些行政事务 海军大臣至内政大臣 1939年10月7日 尽管我在这里往往整天忙于工作 但我对于国内战线却不得不感到焦虑 关于不必要的严厉的灯火管制和限制娱乐等等 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已经推行到超乎情理以外的程度 我对于这些问题的见解 你是知道的 但关于汽油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是否海军没有输入充分的供应 正有海面运来 或者也许已经运到的供应数量 难道不比和平时期没有遭到破坏时的订货数量更大吗 我听说国内有非常多的人和一大部分的企业 受到了这种限制的妨碍 要解决这个问题 最适当的办法 当然是实行按标准价格的定量配解 和准取外加重税的自由购买 这样 人民将为了交通而付款 国家将因税收而得补益 车辆增多 而登记费用亦可增加 全国的商业亦可以向前发展 现在来看看粮食部为了迎娶战争 而筹划的种种定量配解 当然定量配解无论如何是需要的 但我听说 以肉类的定量配解比例 并不比德国的情况好多少 现在海路已经打开 是否还有任何需要来采取这种做法呢 如果我们由于空袭或海上袭击 而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挫折 也许就有必要来实施这种严峻的办法 不过直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海军对于负责输入供应的工作 已告失败或将归于失败 此外 我们究竟怎样对待所有下列这些中年人 在他们中间 有许多人曾在上次大战中服过兵役 他们充满着活力 而且富有经验 现在却对他们中间的好几万人说 我们不再需要他们了 他们除了在当地劳工介绍所登记以外 没有其他出路 目前的这种办法当然是很愚蠢的 我们为什么不把五十万四十岁以上的人 如果他们愿意自动参加 组成国民自卫军 再把我们所有上了年纪的大人物 作为他们的领袖 并且加入这种新组织的结构 让这五十万人出来 推动年轻有为分子离开家园 共赴国难 如果缺乏制服 一个弊章也可以应付 我敢断言 无论如何 我们有充分的来福枪 从你前次同我的谈话中 我认为你是赞成这种想法的 如果是这样 让我们加以实行 我从各方面听到 关于国内战线缺乏组织的怨言 我们能不能设法予以补救 当我们正在处理所有这些紧急事务时 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它触及了海军部的腾处 我曾经提到过 由于一份关于德国潜艇 进入斯卡帕湾的情报而引起的警报 曾经使英国的大舰队在1914年10月17日 仓皇驶出到海上 那次警报 结果证明是一场虚惊 现在 刚巧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 几乎恰恰就在同一天 警报却成为事实 1939年10月14日午夜一点半中 一艘德国潜艇乘风破浪 突破了我们的防御攻势 把停泊在湾内的皇家像树号击沉了 最初在一连串起发的鱼雷中只有一个击中了舰手 引起了低沉的爆炸声 舰上的海军上将和舰长认为 停泊在斯卡帕湾内非常安全 无法相信他们的军舰已经中了一枚鱼雷 因此 他们认为爆炸的声音是由于军舰本身出了毛病 经过20分钟以后 确实就是那艘潜艇重新装好射管 发射第二批鱼雷 于是有三四枚鱼雷迅速的连续击中军舰把舰底炸开了 十分钟内 舰身便轻浮下沉 舰上大部分人员都正在作战岗位上 但因为舰身轻浮非常迅速 已知舱下的人员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根据德国人当时对于此事的报告所作的记载 现可以转录如下 1939年10月14日午夜1点30分 停泊在斯卡帕湾的英国军舰皇家巷述号 被第47号潜艇 艇长普里恩上尉用鱼雷击沉 这次作战 由潜艇司令官邓尼茨海军上将亲自做了周密的计划 普里恩在天气晴朗的10月8日通过基尔运河朝着西北方向 驶往斯卡帕湾 10月13日清晨4点钟 潜艇停在奥克尼群岛外海 到下午7点钟 升到海面 海上吹着清晰的微风 没有发现任何目标 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 远处的海岸线朦胧可见 北极光的狭长流光 闪射出蓝色的光芒 横过夜空 潜艇向西前进 它悄悄地逐渐驶进斯卡帕湾东边入口处霍尔姆海峡 不幸的是 狭口的航道没有完全被阻塞住 在两艘沉船中间流出一条狭窄的通道 普里恩以其高明的技巧 驶过翻腾打旋的海水 海岸已靠近了 现在已经看得见岸上有一个人 骑着自行车沿岸边道路回家 突然整个海湾豁然开朗 磕磕海峡已经过去了 他们已进入了湾内 在靠北岸的地方 可以看到一艘战列舰的影子映在水面上 它触起的巨大帆柱 好像一幅黑不上的事物 向它使劲更近一些 所有的鱼雷射馆已经准备就绪 没有警报 除了轻微的浪潮拍案声 丝丝的弃压声和发射导管杠杆的尖锐拔动声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声响 发射鱼雷 五秒 十秒 二十秒钟 接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 在黑暗中激起了巨大的水柱 普林稍等几分钟后 再做第二次发射 发射导管预备好了 发射 鱼雷击中了船腹 引起了一阵隆隆的爆炸声 英国军舰皇家像术号 连同七百八十六名官兵 包括布莱格罗夫海军少将 第二座战舰队司令一起沉没 第四十七号潜艇悄悄地从缺口处退了出来 二十四小时以后 一艘祖劫船开到了 这一个插曲 应该看成是德国潜艇指挥官的光辉战绩 但它却使英国的公众舆论大为震动 这对于任何负责战前警备事务的大臣 在政治上也许很可能成为一个致命的打击 我是新上台的人物 在这最初的几个月内可以免受这类的指责 而且反对党也没有利用这个不幸的事件捞取资本 相反的 AV亚历山大先生保持克制和同情的态度 我答应做最严格的调查 在这一次 首相对于10月16日德国空袭福斯湾的情形 在下院也做了报告 这是德国人第一次企图用空军来打击我们的舰队 德国飞机约有12架左右 每批两三架前来袭击停在福斯湾内的我方巡洋舰 索斯安普敦号 爱丁堡号两艘巡洋舰和莫霍克号驱逐舰受到了轻度的损坏 军官和海员死伤25人 但敌方轰炸机四架被击落 其中三架是由战斗机中队击落的 一架是用高射炮打下的 也许只有一半轰炸机能够安全返回德国 这是一个使他们不敢再轻易尝试的有效办法 第二天 17日早晨 敌机又空袭了斯卡帕湾 已经解除武装并卸去铁甲 仅当作母舰使用的一艘旧军舰爱恩公爵号 因炸弹在近处爆炸而受伤 他搁浅在前海的海底 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完成他的工作 这次又有一架敌机被击落焚毁 索性本土舰队当时不在湾内 这些事件表明 如果再要使用斯卡帕湾 那就多么需要把斯卡帕湾 防止各种袭击的攻势加以改善 经过大约六个月以后 我们才能享受该湾的主要便利 斯卡帕湾遭到袭击和皇家像树号的沉没 立即激起了海军部方面的反应 10月31日 我由第一海务大臣陪同 前往斯卡帕湾 在海军上将福布斯的旗舰上 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 关于保卫斯卡帕湾 我们现在一致同意的防御措施 包括在没有设防的东部航道中 加强水炸和增添额外的障碍船 以及建立控制的水雷区和其他设施 在这些强大的障碍攻势以外 还要再增加巡逻艇和设置 足以控制各处入口的大炮阵地 为了抵御空中袭击 计划装设88门重型的和40门轻型的高射炮 再加上许多探照灯 同时增加防御气球网 此外 陆地上在奥克尼群岛和威克两处 组成强大的战斗机防卫力量 我们希望到1940年3月 所有这些部署能够完成 或者至少取得了足够的进展 使舰队能够重返旧地 在这期间 斯卡帕湾可以作为驱逐舰的加油基地 但对于重型舰支的安置 则需要另找场所 关于可能的代替基地 各方所提的理由不同 专家的意见一不一致 海军部的意见赞成克莱德湾 但海军上将福布斯表示异议 他的理由是 如果采用这个地点 则舰队到他的主要作战区 往返都要增加一天航程 而这样 又使他必须增加驱逐舰队的实力 并将使重型的舰支 在活动时必须分为两个分舰队 另一个代替基地是罗塞斯 在上次大战的后期 他曾经是我们的主要基地 就地理位置而言 他是更为适宜 不过 却更容易遭到空中的袭击 这次会议所做出的最后决定 在我回到伦敦以后草拟的截略中 曾加以总结 我和张伯伦先生的关系 逐渐变得亲密 11月13日星期五 他和他的夫人到海军部大厦 同我们共进晚餐 在大厦的顶楼 我们夫妇占有一套舒适的房间 这天我们一桌四人 我和张伯伦先生 虽在鲍德温先生内阁时 曾同事五年之久 但在这以前 我和我的妻子 与张伯伦夫妇 从未有过这类的交际 我凑巧偶然 把话题转到他过去 在巴哈马群岛的生活 我很高兴地发觉 我的客人深深地陷于他个人的回忆中 这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 他把他在靠近拿骚的一个西印度荒岛上 种植剑麻的六年奋斗史 原原本本地讲给我听 对于这个故事 我原来只知道一个最简单的轮廓 他的父亲 伟大的约瑟夫 张伯伦 坚决相信这是一个机会 一方面可以为帝国发展一种新工业 同时也可以增加一家的财产 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奥斯汀 张伯伦在1890年 把他从伯明汉照到加拿大 此后他们对于种植计划 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 在加勒比海湾中 距拿骚岛约有40英里左右 有一个小荒岛 岛上含有人迹 但据说土壤适宜于种植剑麻 经过他的两个儿子详细勘察以后 约瑟夫 张伯伦先生 在安德罗斯群岛上买了一块土地 投下了一笔为开发土地所必须的资金 一切都已齐备 只等种植剑麻了 奥斯汀决心献身于下院的政治生涯 所以这个艰巨的工作就落在内维尔 张伯伦先生的肩上 他不单因为孝顺 而且也抱着信念和跃跃欲试的心情 接受了这个工作 在此后的五年中 他的生活就消磨在这个荒岛上 尝试种植剑麻 荒岛时常遭受大风暴的袭击 他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 同时必须同缺乏劳工而引起的困难 及其他种种的障碍进行不断的斗争 只有拿骚成是唯一的文明的象征 他告诉我们说 他坚决要求每年在英国休假三个月 他建造了一个小港口和短船 以及短短的一段铁路或电车轨道 他采用了一切被认为与土壤相移的施肥方法 大体上过着完全原始式的露天生活 但是剑麻却没有生长出来 或者至少是没有可以供应市场的剑麻 经过了五年以后 他深信这个计划没有成功的希望 他回到了家去见他的严肃的父亲 而他的父亲对于这种结果是绝不满意的 据我所知 当时他的家庭感到 虽然他们很宠爱他 但对于五万磅巨款付诸东流也感到痛心 张伯伦娓娓谈来 神情异常兴奋 加以故事本身表现了一种英勇的努力 使我不胜神望 我不禁想到 可惜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 哥德斯贝格和慕尼黑会见这位随身携带雨伞 态度沉着的英国政治家时 却不知道他的谈话对象 实际上是一个曾经在英帝国边缘地方 开拓荒野的顽强人物 我和内威尔张伯伦一同共事大约二十年 但这样亲密的社交谈话 就我记忆所及 真是唯一的一次 当我们进晚餐的时候 战事仍在进行 事件也继续发生 在喝汤时 有一个军官从下面作战室跑上来报告 说一艘德国潜艇被击沉了 等到吃甜品时 他又上来报告说 我们击沉了第二艘德国潜艇 等到夫人们正要离开餐室时 他第三次上来报告说 又击沉第三艘德国潜艇 一天之内接连三次捷报 这是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 而且以后过了一年多 才再有同样的记录 当夫人们快要离开我们时 张伯伦夫人以天真而又美丽的眼光 看着我说 这是不是你故意布置好的 我向他保证 如果下次他再光临 我们一定会做出同样的结果 我们在奥格尼群岛以北的漫长而薄弱的封锁线 大部分由商船改装的巡洋舰建成 有时再加上辅助的战列舰 这样的封锁线 当然很容易受到德国主力舰的突然袭击 尤其是德国的两艘快速的和最强大的战斗巡洋舰 沙恩霍斯特号和格乃森诺号 我们无法阻止敌方进行这样的袭击 我们希望把专门偷袭的敌舰引来做一次决战 11月23日伯木 在冰岛与法罗群岛之间巡逻的 由商船改装的巡洋舰拉瓦品地号 发现一艘敌舰正在迅速的向他逼近 他相信这艘不知名的敌舰是袖真战列舰德意志号 便据此做了报告 他的司令官肯尼迪舰长 对于这种遭遇战的结局丝毫不抱任何幻想 他的军舰原由远洋克伦改装而成 闲侧只有四门六英寸口径的旧炮 而他的假想敌人除了有一套强大的辅助武装外 装有六门十一英寸口径的大炮 然而他却接受了这种强弱悬殊的逆势 决意用他的军舰奋战到底 敌舰在相距一万码处首先开火 拉瓦尔品地号立即加以反击 这种一面倒的作战是不能维持长久的 但战斗仍继续下去 直到拉瓦尔品地号的大炮全部被毁 剑身成为一团烈焰冲天的火堆为止 天黑后不久全剑沉没 随剑殉职的有舰长和二百七十名英勇的官兵 只有三十八人幸免于难 其中二十七人被德国人俘虏 其余十一人在冰冷的海水中漂浮了三十六小时 才被另一艘英国船救起 实际上作战的对方却不是德意志号 而是两艘战斗巡洋舰 沙恩霍斯特号和格乃森诺号 这两艘军舰在两天以前离开德国 原想袭击我们的大西洋商船队 但航行中却遭遇并击沉了拉瓦尔品地号 他们因为声恐暴露踪迹 所以放弃了他们其他的任务 立即返回德国 因此 拉瓦尔品地号的英勇战斗并非全无结果 在附近巡逻的巡洋舰纽卡斯尔号看到炮火的闪光 立即响应拉瓦尔品地号的第一次报告 他和巡洋舰德里号驶到作战地点时 拉瓦尔品地号还正在燃烧尚未沉没 他紧追敌人 在下午6点15分 在苍茫的木矮和滂沱大雨中发现了两艘敌舰 他认出其中一艘是战斗巡洋舰 但在幽暗的夜色中失去了接触 而敌舰终于安然一去 这时 有关方面的主导思想 就是希望把这两艘重要的德国军舰引出来作以决战 海军总司令立即把他的整个舰队开往海洋 在最后被发现的时候 敌舰正在向东方退去 因此 我们迅速地组成强大的舰队 包括潜艇在内 预备在北海内加以组结 但是 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可能性 即敌人摆脱了我们的追击以后 可能重新折回 向西方驶去 进入大西洋 我们为我们的商船队提心吊胆 而局势又迫使我们使用全部可用的力量 为了监视北海的各个出口 我们组成了海上和空中的巡逻 此外一组强大的巡洋舰 把这种警戒扩展到挪威的沿海一带 在大西洋的战列舰 沃斯派特号离开了他的护航队 前往丹麦海峡进行搜索 在未能发现任何踪迹以后 继续绕过冰岛的北部前舰与在北海担任监视的舰支会合 胡德号 法国的战斗巡洋舰敦克尔克号 以及另外两艘法国巡洋舰 奉命开往冰岛海面 而确敌号与狂暴号 亦从哈利法克斯港向同一目的地出发 到了25日 共有14艘英国巡洋舰 带同与之配合的驱逐舰和潜艇 在战列舰的护卫下 仔细搜索北海的海面 但时运不佳 竟毫无发现 而且敌舰也没有任何向西方活动的迹象 虽然气候十分凛冽 这种辛苦的搜索持续了七天之久 第五天 我们正在海军部焦急的等待 并且仍然希望我们一定能够捕获这些辉煌的战力品时 我们的无线电侧向站 听到了一艘德国潜艇发爆的声音 我们根据这个事实 断定我们在北海的战舰之一 受到了敌人的袭击 不久 德国电台广播 据称以前击沉皇家像术号的蒲莲舰长 在谢特兰群岛以东 击沉了一艘装有八英寸口径大炮的巡洋舰 消息传来时 我正和庞德海军上降在一起 英国的公众舆论 对于英国船舰的沉默非常敏感 拉瓦尔品帝号在英勇战斗以后被击沉 以及所造成的重大的生命损失 如果继续没有予以报复 舆论对于海军部一定会有严重的反响 人们也许会质问 实力这样薄弱的一艘军舰 为什么不给它强大的支援 就让它暴露 是不是德国的巡洋舰能够任意活动 甚至闯入了我们主力舰队防守的封锁区 是不是袭击的敌舰已经安然无恙地顿去 我们立即发出一个电讯进行查询 以解释这个疑团 一个小时以后 我们重新聚在一起 但仍无回音 这时我们真是如坐针战 我所以回想起这一件事 因为它表示了我和庞德海军上将之间 以及我们和同时在场的汤姆 菲利普斯海军上将之间的强烈的同志感情 我本于自己的责任感 说我负全部的责任 庞德说 不 这是我的责任 我们在非常烦恼中互相紧紧地握手 我们两人在战争中 虽然都以磨练成为铁石心肠的人 但在遭受这种打击时 也不能不感到最难忍受的痛苦 但事实证明 这并不是任何人的过错 八小时以后 事实表明被袭击的军舰是诺福克号 而他没有受到损坏 他没有遇到任何潜艇 只是敌机在靠近船尾的地方投了一枚炸弹 不过 普林舰长却不是一个夸大其词的人 诺福克号认为 从乌云密布的天空投下的一枚炸弹 实际上却是德国的一枚鱼雷 差一点没有击中目标 在船尾后面爆炸 普林从前望镜中探望 看见水波涌起 但水波却把前面的舰只遮住了 他为了躲避预料中的炮击 立即潜入海底 半小时以后 他扶起潜艇座第二次的探望时 视线不大清楚 也不再有巡洋舰的踪迹 于是他便做了上述那样的报告 我们深受痛苦之余 这个消息使我们如释重负 同时关于 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已经安然重返波罗的海的消息所造成的失望 也因此而稍稍减轻 现在我们知道 德国这两艘军舰是在11月26日早晨穿过我们在靠近挪威海岸巡逻的巡洋舰封锁线的 当时因为重物 双方都没有互相发现 如果有现代化的雷达 则一定可以发生接触 不过那时还没有这种雷达 人们的一般印象对海军都颇为不利 关于海洋是非常广阔的 或者海军在许多区域内正在做出非常大的努力 所有这些情形 我们都不能使外界人士理解 经过两个多月的战争和受了若干严重的损失以后 我们在另一方面却毫无可以表现的地方 而且我们仍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海军在干些什么